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军南昌舰 弦号101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艘055型万吨级驱逐舰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海军驱逐舰实现了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 让人民海军拥有了一流的海上防空反导反舰反潜的流动作战平台 作战能力向世界第一方阵迈进 大家好 我是南昌舰天显亮 在我身后的这艘战舰是中国海军南昌舰 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它到底有多牛 走 上舰 我们南昌舰第一大特点 高大 威猛 南昌舰全长近180米 最大宽度超20米 最大高度44米 接近15层楼高 满载排水量13000吨 看它像不像一柄银色巨舰 遨游海天 第二大特点 战斗力爆表 通用垂直发射系统有112个单元 可装载多型导弹 是超市区打击的撒手锦 130毫米口径主炮 射程员威力达 是对海对陆攻击的狼牙棒 1130副炮又被称为慢发炮 是末端防空反导的无影手 一体化雷达 是预警探测的火眼金睛 再加上鱼雷 干扰弹等 让南昌舰成为东手兼备的重量级拳击手 这就是我们中国海军 南昌舰 2023年12月17号 历经十余天 刚刚完成海上战备巡逻任务的海军南昌舰靠博青岛母港 也正是在这段航程中 这艘当时入列不到四年的万吨大驱 创造了航程超过十万海里的新纪录 然而 就是这样一艘荣誉等身的南昌舰 在几年前还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2017年 南昌舰接舰部队正式组建 首批接舰舰员提前两个月便入驻造船厂 即使对055型万吨大驱早有耳闻 可当舰员们第一次见到他时 依然被眼前的南昌舰所震撼 难昌舰给舰员们带来兴奋的同时 也让他们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即使像王中光这样 有着三型舰艇接舰经验的老电工技师 依然感受到强烈的本领恐慌 光我们今天我们的传感器就近万个 舰艇数据的传输更是一毫米尽 我记得以前接舰的时候 基本上算是线路 就是走两遍 基本上就掌握了 但到了这以后 这套办法完全不行 有的装备甚至连艰都没有见过 你可以想象当时我们的学习和心理压力有多大 我们之前是气不如人 那现在我们的气赶上了 我如果学不好 我用不好 对不起 把这个装备交给我 这份信任 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和守剑守则的使命 让舰员们压力空前 可对于南昌舰党委来说 更迫在眉睫的 是如何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接舰队伍 紧快的拧成一股绳 迈好接舰第一步 当务之急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 让大家知道我们接的是一条什么剑 我们这条剑所承载的使命责任是什么 我们舰党委开大会的时候就说 人民海军不可能只有一艘万战大驱 南昌舰是什么 是守剑 是要给别人打样板 守剑 单守则 我们就要当前锋 打头阵 开前河 守意味着从无到有 无教犯参考 无经验可循 南昌舰舰员们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为了尽快掌握装备原理 他们白天跟场所工人一起下舱室摸管道 晚上加班加点的钻研专业分析图纸 那会儿确实很平 大家也都是那种鼓的劲 就是那种憋的那种劲头 我们的专业教材都已经翻烂 就像考大学高考一样 那就是在啃书 建党委都是带头学 每天晚上最热闹的 我们都要开碰头会做主节 正是凭借着这股拼劲 舰员们边摸索边学习边研究边总结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摸遍了全舰近千个舱室 近千公里长的线缆 上万个零部舰 绘制了数千套原理图 提出了近千条优化建议 我们要在实践任务当中 不断的探摸我们武器装备的性能边界 为后续的舰艇集理数据 我们要做101标准 那么到底什么是101标准的 101标准就是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主国人民把这么先进的一艘战剑交到我的手里 我要不如使命把这艘战剑断掉成尖刀上的刀尖 南昌舰舰员们始终以昂扬拼搏的姿态 加速奔跑在出场及形成战斗力的征程中 可号角催争 又一场考验汹涌而至 正在接装实验的南昌舰 接到了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的任务 南昌舰官兵们又该如何完成万吨大驱的首次亮相呢 舰长就说 对我们南昌舰来说 本来就没有按部就班 我们干的就是争分夺秒 那段时间大家就卯足了劲 加班加点的去准备 比如保障舰艇在阅兵过程当中 如何能够准时准点的到达指定点位 那我们就采取掐秒表的方式 那一块秒表不够 那就舰长一块 副长一块 唐海长一块 几个人一起掐 来保障这个准时 记得正是阅兵的那一天 当阅兵舰运文南昌舰面对面的时候 那一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呐喊 那种志豪感由人而生 2020年1月 南昌舰正式入列 然而入列只是起点 面对高强度满负荷的训练课目 他们又会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 战装警报 报件旨发现路上目标 开始射精 预备报 报件旨发现路上目标 开始射精 预备报 报 公军五十七点四米 打开油本水门 自入列以来 南昌舰官兵超额完成数百项装备试验 即用十个月就提前完成了全训考核 实现了入列当年即形成战斗力 为同行舰立起了标杆叫板 可对于汤河开路的南昌舰官兵而言 他们对于战斗力有着更为极致的要求 如何检验一艘舰舰的战斗力呢 一要看武器装备 二要看训练水平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预警探测体系 能不能第一时间发现目标 能不能第一时间打得出 打得准 打得赢 2021年3月 南昌舰迎来了首次 带实战背景的方空反导任务 这估计是对南昌舰官兵 武器装备掌握能力的讨厌 更是对055行舰实战能力的一次综合检验 任务难度的话 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战射击 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又紧张又兴奋吧 紧张就什么呢 怕丢人 因为毕竟在055行舰也是首舰嘛 万一传出去了 说一个没打中 确实很丢人 彼时 舰上这个部门的老兵刚刚退伍 接过接力棒的是一群平均年龄 只有23岁的年轻人 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 面对的就是当时对空领域的难题 自己和战友们能胜任吗 刚刚上任的班长乔鹏 心里也打起了鼓 建党委专程来到导弹控制班 一番话瞬间点燃了乔鹏内心深处 圣战的火苗 如果以后真打仗了 你们就以为年轻没有经验就不上了吗 但我们南昌舰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你们就放心大难去干 信任催生动力 乔鹏帮带着战友们向着不可能发起了冲锋 他们成立学习小组 专攻经验 深入攻关防空反导作战问题 围绕导弹作战原理 发控流程及孔令协同站位配合 反复模拟演练 最难的就是站位配合 我们面对的是空中移动的高速把机 你不知道这些把机是什么时候来 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 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 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 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 必须要快要转 发射窗口稍纵即逝 一步错就会步步错 乔鹏帮领战友们将协同时间精确到秒 而制胜未来战场 快一秒的关键在于能力强一分 他们在探索武器性能边界的同时 也在一次次向自己的能力边际发起挑战 在这一个点上争取了几秒钟 可能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 可能就会提高那么几秒钟 从宿舍住的人这种说 就是晚上做梦的时候都会喊发射 经过训练之后 每个人都练成了一种肌肉记忆 一种本能反应 战斗警报 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 当天下午三点 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 一切准备就去 所有人摩拳擦掌 只待一声号令 一声令下 站位里瞬间沸腾 下时间海面响起雷铭万钧之声 数枚导弹如穿越营利剑直奔目标 精准团企 这一次任务 南昌舰创造了全部命中的记录 一年接装入列 一年形成战斗力 一年建功大洋 这是南昌舰党委立下的军令状 怎样才算是形成战斗力呢 南昌舰这群年轻的战士们 用全部命中的好成绩 给出了答案 别人经常问我 真打仗了 你们这导弹能不能行啊 现在我们敢拍到胸脯和他们说 一定行 南昌舰的兵也一定行 2021年秋 俄罗斯彼得大帝完 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拉开了序幕 此次中俄连演是南昌舰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亮相 国内外关注度极高 主炮对海射击是此次任务的重头戏 能不能打响这关键性的一炮 成为这次亮相的重中之重 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中俄双边框架内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 面对实力强 面对实力强劲的国际同行 南昌舰全体官兵的心里都卯着一股劲 然而在有实战背景的国际演习任务 又实在完全陌生的海域 这意味着难度细数加倍 也让有着近20年海上经验的鱼锦龙 有了空前的紧张感 即使做足了准备 可现实情况依然超乎大家想象 演习当天几千米外的靶船 在望远镜中不过一个鸡蛋大小 不仅如此 靶子在波涛中上下摇摆 风浪使目标靶位发生了重大偏移 平时我们打的靶子 它是从侧面靶的这个侧面来打 但是如果靶子飘的话 把它的前后对着我们 那我看上去就是一根棍儿了 这样打中就比较困难了 现场环境让本就兼具的演习任务 难度加剧 此时南昌剑作战势体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接下来出场的南昌剑 能否打响这一套 发现不明海上不明 预备 预备 爆 当第一群炮弹落下之后 明显看到那靶船被削掉了一块 那作战事就费腾了 大家在高兴了 直接显然连上来了 但是那种自信明显 就是大家都能感觉到 南昌剑作为此次演练 中方编队首搜射击舰艇 在试射阶段 就精准命中靶船 第一炮就打出了开门口 首发命中它是一个概率 但是首射命中 它就是考验了你指挥员的能力 当时全激动的 也是在国际舞台上 把我们的实力给秀了一下 在后来的复盘总结中 俄罗斯通行提到我们这次行动的表现 直出大拇指说 无弦哈勒哨 就是特别棒的意思 那一天 南昌剑凭借主炮对海射击 首发命中 发发命中的精彩表现 成为彼得大帝湾上 最令人瞩目的明星剑 演习结束后 南昌剑甲板上 举行了一场主题为 英雄逐梦历剑远扬的特殊仪式 这场仪式的主角 是当时上舰不久的零零后官兵 这是属于他们的大洋成人里 新世代万吨驱逐舰更代表着万吨的责任 作为新世代的青年人 我会努力学校自己的专业 理学校自己的使命 完成好我们这代人应该完成的责任 然而在远海大洋里迎接他们的 不总是风平浪静的海面 有时也会遇到狂风巨浪 2022年正在西太平洋伴随航母编队 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接到指令 作为编队少舰 潜出近百海里直面外军的航母编队 此时南昌舰作为前出的编队少舰 承担着为整个航母编队侦查预言 是对境的关键作用 不能漏掉任何可疑目标 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 南昌舰党委抓住难得契机 拉向战斗警报 带领全舰开战练兵 当时政委讲了卡拉昆仑的精神 因为牺牲自己 也要保证主国寸突不让的这种精神 军舰是流动的活动 其实我们守住我们的军舰 也是在守护我们的活动 当我进入作战室的时候 鼠标的点击声 键盘的敲击声 各部位的请示汇报声音 融为一体 当外军飞机逐渐击近的时候 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全程追缴 我们坚强有力回击了外军的挑衅 作为中国海军 我们在沿海大洋上 我们不惹事 但我们也绝不怕事 面对外军舰机长时间高强度的抵近滋扰 南昌舰不畏强敌敢于亮剑 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 拓展了防御纵身 保证了机动空间 有效履行了航母编队 带刀护卫的神圣职责 那次任务就告诉我们 我们南昌舰从此具备了 与强敌对手 掰手腕的这种信心和底细 每一艘战舰的诞生 都承载着人民海军的开拓革新 第一代南昌舰虽然仅有千余吨 航迹甚至未出中国近海 但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海军来说 已是主力战舰 第二代南昌舰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 他开创了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导弹驱逐舰的先河 05型舰作为传承了我们新中国海军第一艘驱逐舰的弦号 101的这么一条光荣的战舰 无论是历史的机遇还是使命的难道 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永生第一 从南昌舰头的那声枪响到101弦号的诞生 再到一道道石像深蓝的航迹 三代南昌舰见证了中国海军从无到有 从近海防御到远海防卫的历史跨越 英雄战舰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交会于此 散发出熠熠光辉 首航白令海 战寻太平洋 演兵西南沙 入战以来 南昌舰航行十万余海里 留下了一连串闪光的强军航迹 我当兵已经是第六个年头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和南昌舰一起走过 可以说是我这个青春没有遗憾 目前我们到远海大压上 我们明显感受到我们腰杆的更硬了 今天我们有决心 也有能力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 坚决扯起维护领主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使命责任 作为南昌舰的舰员 主国用英雄城用第一为我命名 我必将用生命助救英雄 用圣诞回报主 在人民海军使向未来的征程中 南昌舰战过惊涛闯过远洋 如同一柄克敌制胜的利剑 在奋进深蓝的航道上 向着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 过浪前行 踏浪高歌